你想轉部門? 是呀, 大小姐 阿壯在我們清潔部實習了一段時間 他幫我們的部門電腦化之後 整個部門都不同了 應該是時候轉去另一個部門學習 每次聽群姐提起你 都是有讚沒有彈的 我相信你應該挺聰明的 你接下來想去哪個部門實習?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調去財務部 財務部, 你也挺會選的 我之前也去過財務部實習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門很適合我 印象中我都有聽盡華提起 你是多聰明的 那就對了, 阿壯做人有責任心 又說頭聰明 調去財務部一定能幫忙 大龍先生要大小姐和小龍先生 幫朱彪集團做一個提案 大龍先生說得明白 誰做得最好就全權負責這個計劃 如果你可以刺探到小龍先生這份提案 一定會幫到大小姐 這個簡單, 別說刺探 我整份提案拿回來都行 如果你真的做得到 那艾頓藏你 就會是我農曆年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這份提案包在我身上 Derman 細龍先生, 我來清潔到垃圾 清了 電話響 五樓的女廁又塞破了嗎? 行…我馬上上來清潔搞定她 這個裙姐, 趕快趕快 不用整天清潔車放在這裡吧? 來 如果我躲在清潔車裡 然後可能裙姐你 你就假裝清潔推我進去小龍山間房 我嫌子又咒, 有個突發私情 聽電話, 走了, 留下我就行了 為什麼細龍先生還沒下班? 怎麼回事呢? 終於搞定了 這次的姐姐一定不夠我鬥 還有時間跟Luna拍拖, 走人 怎麼會留下電話這麼大碰呢?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一次又一次, 我這次一定會放過你 大小姐, 西龍山份計劃 阿壯躲在清潔車幾個小時 才拿到這些資料 他真的很拼命 我也相信阿壯你很憤怨 可惜龍力士已經發現了 我相信他這份計劃也一定會改變 所以你偷拍的東西, 我相信沒用 扔掉 對不起, 大小姐 你這次不僅收不到封 還可能連累了大小姐 昨晚西龍山有用警告來威脅我 逼我爆你出來 不過我什麼都沒說 所以他是咬你不進去的 幸好你口蠻, 不過… 似乎你不足夠調調進財務部 除非你再做多點事, 證明你是值得 只要可以做得到你得力助手 我什麼都願意做 紀克群島幾天前發生了大地震 國華社員聯絡了雷工大龍先生 和大批名人 叫他們捐款賺災 不過大龍先生就不想像雷工那樣 只是捐錢, 他想出位一點點 那怎麼出位呢? 我爸爸想威脅義工隊 去當地派發物資和協助賺災 怎麼樣? 阿東莊, 你願不願意接受這個光榮的任務 去紀克群島 紀克群島出名了, 亂亂 又有土匪出門 現在比天災還要危險之前 如果你幫我立功, 我不會忘記你 好, 我去 阿壯上了國際新聞了 我做個影片, 你看 我來自香港的艾頓狀 我第一天來到紀克群島 我已經當失路, 兼被蛇咬 還被土匪打劫 不過幸好, 我無事 保護著一批物資, 再送到災區 為什麼這麼危險你還要來? 今天因為我是威脅義工隊的代表 我是受到我們的大老闆 龍甲威先生的善心感染 所以決定過來這裡 幫助這裡的災民, 但你不怕嗎? 我怕, 但我每次怕 我就想起龍力蓮小姐 她的鼓勵, 她跟我說 做善事, 不可以為首為美 大小姐是我最敬重的人 每次我一怕, 我就去看著她的照片 看到她的樣子, 我就感覺到光明 感覺到希望 照片披得很離譜 好啊, 左手怎麼這麼拆鞋 她簡直是用生命來拆鞋 只是打工而已, 用不用這麼拼命? 她不是只為了工作, 她是為了Heidi 對呀, 我怕她繼續這樣奮身 沒命回香港 早安 你怎麼在我的辦公室? 你在等我? 是呀, 待會就約了爸爸 通知GVIL集團的合作計劃 想和你合作, 誰先賣計劃? 就算要合時間賣計劃 你這份計劃也會輸給我的 你不是只用那些骯髒 叫阿莊來偷看我的計劃 才知道我賣什麼計劃? 但這條柴子經我調教之後 已經幫我獵贏了你幾次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 為什麼會輸給我? 很厲害嗎? 你不是不愛付出星姐家人工 給你福利, 哄她幫你賣名 我一毛錢都沒有一個個小孩 你的意思是 你沒有給過任何好處, 捱頓妝? 我不信了, 你現在不給而已 你將來無論如何都要給? 在可見的將來 因為我仍然一毛錢都不需要他 因為我已經一早看穿這條小孩的底牌 他這麼願意調職, 我這麼容易滿足他 他還怎麼會勃心勃命幫我做事 我越拖得他來, 他就越勤勞 越拼命去幫我做事 我免得夠聰明, 別浪費我時間 知道了, 全是他親口說的 我別騙你了 就是說從頭到尾都當我是傻子 他沒當你是傻子, 他只能當你是女孩 大小姐 我真的很傻, 大小姐只想拆掉 她隨便揮揮一千幾百個博學 只有我, 只有我才會天真 以為她肯幫我 大小姐是壞, 壞極的 你這口氣都要吞下肚子了 就算你怎麼生她, 你也不要跟她吵 你一氣她, 你在接龍武運走 你聽聽話暫時留在清潔簿吧 那我真的一輩子不用轉部門了 那我再找機會跟大小姐談談吧 她根本沒想過幫我 我還勃心勃命地為她 連吊職位這麼卑微的要求 她也不願意幫我 那Idy, 怎麼辦?你說我怎麼哄她 大小姐根本就想逼我走 想不想… 幹嘛過來? 過來看看我現在有多醜醜 有多折獨, 有多傻子 當你傻子的人是農曆, 就不是我 不過, 在我眼裡你絕對是一個聰明 耍耍嗎? 她不懂得欣賞你, 她沒有眼光 我就不同了 我最欣賞的就是人才 我打算吊你過來幫忙 別玩了, 我之前這樣跟你作對 你應該覺得我睹眼睹鼻想踢我走 怎會想吊我來幫你 你又當我是曹操 你自己是關羽, 我最欣賞人才 只要你願意 我們可以一起拍照, 打天下 聽你這麼說, 其實我都很久沒被人稱讚過 我心裡是有一點感動的 我身邊全都是那些Peter、Andy 這些老油條 沒有一個像你這樣 這麼忠心、這麼拼搏的人做事 反正我現在就參加一個秘書 如果你敢調過來幫我的話 的話, 我馬上升你職, 坐席 坐…坐席, 即是當你秘書 那我就人工職位連跳幾級 Idy一定會對我放木上我多好 阿壯, 你早就幫大小姐做事 她把你當成大房的人 你先想過 那倒是, 你反過來幫忙 她把你當作反骨 當作反骨沒有好下場 我不是反骨, 我是報仇 現在是大小姐騙我在先 我當然要調轉槍頭 說得好, 我最欣賞的 就是你這種拼搏的精神 我們就拍照, 打打大符 好, 我們就拍照, 老闆